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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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唱起了反调 在戏里导演刚刚说她有比较柔情的部分 也有比较就是 是我说的她有柔情是吧 但是柔情好像没有对我 因为她每天都跟我讲 你怎么把你的帽子拿掉 你还挺美的 你收入有点女人味 我在戏里还能喜欢你一点 片中孙丽一直是一身麻布衣 再搭配一块破毛皮 就凭这造型也难怪 甄子丹柔情不起来 不过那只是在戏里 戏外的甄子丹 还是十分照顾孙丽的 其实在戏里刚刚子丹大哥也说 他是说广东话 然后所有人都能听得懂广东话 我真的听不懂 然后好多场戏 子丹大哥演得很认真的时候 我突然言言说 啊 你说什么 然后我就完全听不懂 对 后来子丹大哥也很好 有好几场戏跟我搭戏 因为我们的台词都很长 他就也会知道我听不懂的时候 突然雷啊 牛啊 然后说到后来就说 那句普通话 啊 你这个疼就疼啊 还有带点广东的印象 如此看来 甄子丹倒是铁汉柔情 相反 戏里的孙丽比较强悍 有一场戏是 子丹大哥在我边上 对 然后摄影师跟导演说 你把剑拔出来 然后永远是这样 然后那个剑一耍 剑直到 甄子丹大哥的美心 天哪 子丹大哥说 如果那一下被我商认 他就是一失音铃就毁在我手上 那么我只能在那边 拜托 真的肯定的 然后就看着我都 哇 这都搞错 影片中周迅 赵薇 陈坤 三人关系颇为复杂 那陈坤本人是如何理解人物关系的呢 赵薇呢 是因为我是同学 这一次演了演我的夫人 周迅演勾引我的那个 你不要用这个言词 陈坤如此直白 周迅当然不乐意了 就是他不是去勾引 对 那我就是 你别躲啊 就是小微不是去勾引那个王孙 他真的是爱他 影片中周迅对陈坤的爱慕 毋庸置疑 您瞧 就连片中扮演周迅死对头的孙力 都被感动了 周迅越说爱陈坤 我觉得我越不人意 就是那么爱的一对人 我可以把他们啊那样 不过在片中扮演夫人的赵薇 有着不同的看法 因为爱而出发 不代表爱就能把一切都变得 非常地合理 其实在影片中 陈坤和赵薇周迅 两人都有一些非常浪漫的戏份 等到本月26号电影话题 在全国上映时 大家再到影院里去体会吧 面对这个世界 像甜美的老线 苍匿的小心愿 能否一定实现 让鸡头看着天 两张不知的脸 我们彼此怀念 在隔壁的房间 似是留恋 繁华的大都会 护身河的西河